已是专业歌手身份的姚贝娜 自从登上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后 人气更深从前 也因其在节目中公开承认 自己曾患有乳腺癌的经历 如今姚贝娜已然又多了一个 公益明星的身份 日前姚贝娜受邀参加了 防止乳腺癌粉红丝带的公益活动 并现场敞开心悲 分享治愈经历 作为公众人物 姚贝娜坦诚且乐观的心态 让人为之赞叹 已经战胜并魔的她 也以此积极传播正面能量 其实我觉得 真的不要把这个问题 想得很严重 因为怎么说呢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真的是我们需要去做的 所以就把它看作一个 平常的这样的病 有病治病 然后需要开刀 需要做治疗就要去做 然后积极配合医生 其实我觉得这个 不是一个非常让人 就是好像天塌下来 很可怕的事情 或者是很丢人的事情 对 在经历了多次化疗 和病痛折磨的灰色时期后 如今已经康复痊愈的 姚贝娜宛如新生 更坦言 非常期待一份新恋情 其实我一直都很期待 对 然后有没有那种 比较中意的这种类型 我比较中意那个 成熟稳重心 然后知冷知热心 就是能体谅我 体贴一点的 在近日某网络 曝光的一组 好声音学员演出 被数据中显示 没有晋升全国四强的姚贝娜 在第二季好声音中 不仅收获了人气 身价也随之 水涨成高 并以36万元演出被 为之好声音学员榜首 对此姚贝娜当天 作出回应 这个钱 这个钱这个好像 我不是太关心 就是因为对我来讲的话 这个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是需要我去考虑的 工作确实安排的很多 对 会比之前要多很多 对 东兴娱乐 整理报道